我想我們今天因為比較早 然後還有一個原因可能這個題目又比較難 所以我們再陸續開始 那我們等一下 其實請到兩位非常重要的人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其實在講到基金 怎麼樣管理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台灣整個有六大基金 那六大基金的整個資本額在6.9兆 這麼高的錢 那前半段我們會先請我們今天兩位 一位是陳登元陳先生 然後他是現在是退休基金協會的副理師長 然後第二位是楊永芳先生 退休基金協會的監事 那今天我們在談的這一小節呢 會在處理的是制度面的問題 也就是我們今天一直幫你講 改了別人自己不改 是不是改到自己就停止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請兩位談一談 第一個屬於基金本身 我們現在既然有六大基金 那到底這六大基金是分別 依我們現在在所處理的 他是分別在做一個管理 好那我們到底要不要把它整個結合起來 把六大基金整個統整起來 一起來做一個管理 或者是說還是維持現在的一個制度 那我們剛才講的是整個基金的方式 整個基金他到底 我現在講的不是我們長哥的那種基金 好不要誤會 好那接下來怎麼管理還是監理 我們就勞保的部分 他現在只有一個三次監管合一 好可是就公退的這個制度呢 他現在是分開監理跟管理 好也就整個機構在管理這個基金的機構 然後這個機制要怎麼樣做進行 那我想我們今天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定 我們是不是現在先請那個陳 能源陳先生這邊開始 幫我們簡單報告二十分鐘 大家好 我剛才進來都很佩服我們教師公會 能夠持續三天的混戰 這其實一般就算政府機關也 也做不到 總之很佩服各位能夠堅持到今天來參與這個回憶 那今天要討論的其實是這種 在考試院楊書長在任內的時候 也討論過應該很多年 就是這種基金 這邊講的這個合併管理或維持分裂 指的是說政府基金要不要合併起來管理 或分分配管理 那因為既然都是政府基金 那有的人就說那把它成立把它集合起來 那我們到底在有什麼問題 那有些論點等一下楊書長會說 我剛剛看了他的東西 我們的觀念大事沒有在他差異 另外是第二個就是委託治癒都不好 那有沒有第三條路 這個也是也是所有政府機關 那最concent的應該是經驗會 因為各大操作基金的這個主管單位 他總不太喜歡講自己不好 可是立法院會批評 那立法院會問這個幕僚單位 政府的幕僚單位是經驗會 經驗會現在非常非常積極的在討論 為什麼委託經營績效不好 為什麼績效也不理想 當然這個就扯到 他們就會扯到 那這個退休基金是不是不需要 給他們這些機關分別去管理 所以我們成立一個 可能大家應該曾經聽說過 成立一個主權基金什麼基金 那我想這些我沒有時間再跟各位討論 不過這基本上是兩碼不適 成立主權基金計較就會好 那就太簡單了 我們就把它併起來就好 其實這是兩回事 那現在我按照這個 為什麼會討論這個問題 我先把這個思維就提出來 為什麼要討論這個問題 如果今天績效都很好 沒有人會討論你這個退休基金的問題 就是因為績效不好 那績效到底有多不好呢 最近因為經驗會需要這些資料 那我就把這個請各基金主管代委 把他們的資料送過來 也因為會有經驗會這個要求 不然大家也不送出來 那送出來 今天可以在我的頭影片看到 非常完整的資料 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那我希望以後還會陸續 彙整一個更好的資料 那來國務給大家參考 十年平均報酬率 我們有六大基金 這十年 大概2.5到3.5之間 那這個 因為這種報酬率的計算 內容有點複雜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用那個幾何平均 我們就是用各年的報酬率 簡單算數平均 這我要特別強調 那因為各基金每年度 或者是每個月 它這個進出的規模不一樣 不像共同基金 它有一個固定的base 然後成長到多少 我可以用幾何平均 這個沒有辦法 所以暫時用簡單算數平均 那平均報酬就是2.5到3.5 2.5到3.5到底好不好呢 如果以我這個老人來看 我說我有一筆錢 你每年給我3.5%報酬率 我會接受 可是對退休基金來講 3.5%可以不可以接受呢 其實你很難點頭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很長期的基金 很長期的基金用3.5%的這個投資報酬率 在累積這個速度太慢 那有沒有能做得比3.5%好呢 我們現在就要想這個問題 如果全世界的人績效度3.5%以下 那不是我們做不好 這是全球的一個經濟情勢 這個我們必須要講好不好 我們要客觀先點到這裡 那其實世界各國的這個報酬率呢 當然有比這個好 有比這個差 你說台灣是最爛的這個退休基金操作模式嗎 可能也不見得 你如果多看一些國際資料的話 那接下來我們假設說這個不理想 我假設這個不理想 我假設不理想是說 人家有人這10年內平均報酬 是4.5、5.5來之6 那我們為什麼做不到 可是成功的案例其實也不多 我也要憑良心講 成功的案例也不多 其實也大概4%、5%左右 就是大概會多一個百分點 不過最多到兩個百分點 可是even這樣也值得探討 所以我們還是認定說這個績效不好 這個我討論的前提是這樣 那為什麼不好 我們就來討論我們這個經營的結構 然後才會接到下面的問題 因為現在我們六大基金 全部都是政府機關在管理的 政府機關能夠做什麼事 我們應該講 政府機關一定不能做什麼事 一定不能做市場效率性的事情 因為公務員趕不上市場的效率 趕不上市場的變化 那他為什麼趕不上 我跟楊主長都是公務員退休下來 那你說我們都很笨嗎 我不承認 可是你在執行一個決策的時候 半手半腳 而且有很多法律 法律上的一些顧慮 或者是一些規章上的顧慮 所以智營只要是讓公務員來管理這個基金 基本上期待他有一個很特別的績效 應該幾乎可以掛保證 一定不可能 但是他有時候會好一點 但是也不會好到哪裡去 那你說他會爛得一塌糊塗 也不至於 因為他有一個平時很保守的作風 既然保守就不會太爛 但是一定不會太好 這個是我們績效為什麼欠佳 第一個我們的思維就是這樣 那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 那你就要跳脫說 那就不能給這個公務員來管這個 那在現有的行政機關架構下 我們就說那不行的話我們就委託 其實這個台灣的退休基金 會進行委託經營 是我跟楊永豪先生 我們兩個在民國84年去主管這個退休基金 開始以全球性的視野在處理這個事情 然後馬上就請很多國外的資產管理公司來討論 馬上很快的一年多我們就建立委託經營 在這個之前 其實台灣的這種基金沒有委託經營概念 反正當時的勞保勞退這個錢就放在勞保局 就放著大部分都是存款 那我們就想既然政府官員 我們不能承擔這種績效的責任 那我們就來選一些好的資產管理公司 然後就委外經營 這是目前的作法 可是委外經營發現十天來 績效也是一塌糊塗 一塌糊塗的到什麼程度呢 經常比自營的還差 那你說為什麼會專業基金經營人 經營的績效算會比自營差 我們就開始又去檢討 那檢討到現在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答案 那當然如果楊組長等一下聽完他有一些補充 他可以直接就來進行跟各位說明 那我最近就利用經驗會正在討論的時候 那請各大基金把他們所有的績效 經過評價後 經過評價後他們都不太喜歡公告的 經過評價後就是我們一般共同基金的計算方法 我們一般講進食就包含那個沒有賣 但是虧損的那個會實現的部分 就是一個比較合乎市場評價的一個報酬率的公司 來計算報酬率 那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以去年101年的這個績效 我們發現勞保基金其實他還是可以到6.25% 還有退伍基金也6.17% 我為什麼特別講6%呢 各位都曉得立法院最近要做一個提案 他說你們這個退伍制度不要改了 幹什麼 就只有改一個績效報酬率就好 把他提到6%以上其他都不要動 包括這個老闆年輕也都不要動 那個這是廖正吉委員的一個 從一開始他就有這個想法 可是我覺得這很幼稚 雖然立法委員但是很幼稚 報酬率可以保證的嗎 報酬率保證的話 基本上就是說如果達不到 那政府就要去撥 最後還不是回到原來的這個 我們的基金的財務問題 所以這個問題很幼稚 那這個問題我也跟官院長 跟全區部長講過好幾次 說你在制度改革不能靠報酬率 一定不能靠報酬率 你只能靠真正的這個制度 這個制度長期的報酬率 穩健的報酬率 我們也許設4% 這樣來討論這個基金的財務問題 而不能設6% 這個時空背景會不一樣 如果我們在12年前或20年前 討論這個的話 那6% 7%是OK的 我們退伍金第一次做精算的時候 我們假設每年的報酬率是7% 那時空不一樣 所以我們這是一個動態的數據 那不管怎麼樣去年 去年就各大基金 其實都4到6點多 這個計較就不錯 那你說明年會不會這樣 誰曉得 所以這些資訊就供各位參考 但是不管這個資訊 我們把10年來看 我剛剛給各位就是說 大概2.5到3.5之間 就是我們統計它10年的平均報酬率 大概就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在未來10年是不是也是這樣 我想大概也是差不多 所以你要特別好除了這個世界情勢有變動 那在這個相對績效裡面 我們就會看到說 導保基金好像一般來講 它操作模式都比其他 就是你橫著看就發現 我牽出來這一檔好像是績效 都比別的這個基金好 那我有一天在經驗會 跟那個副主委報告這個事情 我說那我們一起來討論 老保基金是怎麼操作的 它的績效比別人多 一個百分點也OK 那它到底是怎麼操作的 那也許等一下 你在下面的數據會看到一些東西 這一張是給各位了解 我們目前的這個基金的操作的報酬率 大概就2.5到3.5之間 那中間當然變異數也大 這樣去年就會比較好 那當然你如果單獨看一年的話 那個雷曼兄弟 那個次貸危機之後的隔一年 就可以到10% 這個看它的base 那前期如果衰退很厲害 那隔一年當然就會好一點 經濟成長率也是這樣 那另外跟各位報告一下就是 其實到4月底的時候 我們六大基金已經合起來的規模 大概3兆新台幣 3兆這個其實是1千億美金 在全球的規模排比 也是應該是10米左右 那3兆台幣或1千億美金 這個數據一出來 立法委員就有興趣了 那麼大我們當然成立一個助血基金 或者是怎麼樣等等的 那這個涉及到現在那個 那個集中管理的問題 那接下來呢 我們把績效能跟各位做這樣一個分析 大概會有個概念 這個績效是稍微不理想 那如果說我們不談這個基金合併管理 那它維持分立有什麼問題 我就去整理了幾個要點 維持分立其實本來應該就 維持分立就可以 因為你看各位也許不知道 像美國的民間的這種退休基金 乃至於工部門的退休基金 是幾乎完全沒有合併經營的概念 各企業的退休基金都是自己經營的 每一家公司的企業 除非它願意找幾家同性子的產業合併 要不然都是自己經營 所以美國有幾萬家這個退休基金 所以這個是不是應該合併 這是一個主權意識比較強烈的國家 他一直在想說我們是不是把它併起 其實在比較自由的國家 他不一定會直接想到這個問題 那現在因為我們是分立 退府勞退勞保就分立 我們得管理 那立法委員覺得績效不好 就想到說這個分立應該是不好的 所以才想到說把它合併 那分立到底有什麼問題 我這邊就寫了嘗試把它分析一些 分立雖然是分立 其實我長期在觀察 雖然是六大基金是分立 你去看它的資產背景都差不多 同值性很高 它的應用策略委託經營辦法 這個民險基金經營都一模一樣 所以它雖然分立 其實它同值性很高 運作模索 基本上沒有什麼差異 那這個投資技術跟資訊資源 分立是有這個問題 我寫紅色的這個問題 因為大家分散嘛 這些人力比方這邊有40個人 那邊有40個人 那每個地方有40個人 如果把這六個加起來 也許是有200人 那這200人 我們把這個資源集中 來做市場經濟分析 投資策略分析 模型分析 然後這個 這六個單位的預算 把它併起來一起運用 一起運用的話 那確實是有好處 它的資源就龐大了 這個 比方說各大基金經常不知道 資產配置應該怎麼做 要請一家外商公司來幫他做 那每年可能要花幾百萬 幾百萬我們預算沒有 那就自己服務煉鋼 得不到國際最先進的技術 這是分散應用的 你如果要講缺點 大概我用紅色第二個是在這裡 然後第三個 就我剛剛講這跟上面一樣 因為你分開嘛 那這個預算就是單保 那如果合併 真的可以解決什麼問題嗎 合併可以 當然可以解決我剛剛講的那個問題 就資源分散 把他集中應用的問題 這是一個比較重要的考量 但是能不能保證他績效提升 反正投資就帶有風險 不管是什麼樣的機構 績效都沒有辦法保證 你只有可以期待不可以依賴 這是官院長後來想出來的話 那其實是我一直跟他們建立一個觀念 因為他們有一段時間 一直想要改這個投資報酬率不改制度 我說這個不對 所以斑斑他們了解說 去設定投資報酬率這是不可靠的 那官院長他後來就想一個比較有韻力的話 那各位應該也可以接受了 那這個是合併大概是剛剛的缺點就可以解決 那怎麼樣合併管理呢 假定說真的要合併管理 那合併管理你說交到哪裡去呢 要用什麼方式來管理呢 你說比方說我們如果說合併以後 然後都不改 然後交給經監會管理 交給經監會假設 交給經監會管理 那我們全序部 勞委會就不操心了 反正我要錢你就給我就是 因應技巧不好 你們自己去想辦法補足 所以如果是合併管理的 其實我們的了解 包括全序部 勞委會他們都很贊成 而且最好不要在他部位來做投資應用 就看哪個財經機構要 我剛剛講經監會也許是一個獲選人 財政部的經管會 如果他們願意插手就交給他管理 那當然你說我們成立一個國發基金 類似的一個組織來操作管理 也OK啊 這些都OK 那我這邊以比較正式的這個法律名詞來寫一下 就是你可以成立一個行政法人 用行政法人的觀念 行政法人跟現在的做法就是 行政法人他希望他可以比較 可以去聘用外界專業的基金經理人 那比較專業的外界那個專業經理人 是不是就能夠賺大錢 那我也不知道 像哈佛 耶魯這種 他們的過去的績效確實是會比這個好 不過在一個大波動的時候 他們也一樣會摔得很慘 反正你風險越大好的時候 穩健的時候你就賺越多的錢 但是萬一情勢逆轉的時候你就賺更多的錢 所以長期我們就要比較一下 那我前天看一個清算報告說 他們像哈佛 耶魯 還有新加坡的淡馬席 這個基金它最近五年的平均績效 是5%到6%之間 這又比我們好一點 不過這個是我閱讀到一文清算報告 不是我實際的第一手資料 但是我還是轉述給各位參考 那另外一個叫成立財團法的 成立財團法人的話就非常非常自由了 當然也要報立法院或被查人資料 但是就基本上也不需要去立法院敢幹什麼了 那他非常自由 像私立學校的退伍基金現在 我也擔任他們的顧問 那就是我們每個月就幫他開個會 然後看一看 這個董事長就私立學校找一個校長當董事長 當這個基金會董事長他想要做什麼決策 董事會通過就好 完全跟行政業另外一無關 但是這個錢因為教育部失效的這個錢 私立學校的老師的退休金 因為教育部有參與提搏一部分 大家也曉得 所以教育部當然就在監理的角色來看一下 其他的這個以財團法人來運作的話 自由度就很高 你可以請執行長什麼之類的 可是話說回來 以臺灣目前的這個政治形態 你無論行政過財團法人 你請了一個執行長 我說給你聯繫一千萬 立法院一定不會過來 所以你還是找不到人 像結果私校的這個基金會 私校退伍基金的人 你們也許不是很清楚 私校退伍基金 因為你說請一個執行長來 你說他的一個月薪水應該多少 當然就是很傳統的七八萬 七八萬怎麼當執行長 當然就找一個 只要看這個董報表就好了 你說到外面找一個很專業的基金經理人 你說七八萬叫他來 管這個私校基金的佛資 不可能嗎 所以你即使把他行政法人 或財團法人的話還是無解 這個是我們現在的政治生態就是這樣 然後就算說像我們一些國營事業的 或者是一些財團法人的 這些董事長總經理 我們一個月薪水給他三五十萬 所以現在是現存的 但是因為他是屬於政府機關的這個團體 所以也會變成籌用式的 你可以現在在檯面上看到 所有的這些財團法人 只要是國家經營的 很多的董事長都是籌用的 不是專業的 那最後當然更積極一點 就乾脆成立公司 用公司化來經營 我們有時候會提到Dumas 他是一個公司 那這樣可以不可以 那當然也可以啊 那就看Dumas 便宜放到什麼程度 所以合併管理 我大體上目前就是提示這三個管道 那最後這個我剛剛講過 就是不動 就為止交給某一個部位來管理 那到底委託、自營、績效不好 有沒有第三條路 我在這邊 我時間應該還有幾分鐘 你剛剛按鈴 還有 OK 那應該好 那我現在給各位看一下 一個委託跟自營 這個很有趣的數據 而且國內跟國外的這個數據 可能你評審沒有這麼多資訊 那我們現在來講 我們剛剛一開始講 自營我們顧慮他是公務員身份 不太可能有奇蹟 那就委託 那委託我們就給他一些 相關的企業的限制 但是限制也不夠說實在話 可是還是沒有辦法 他連都沒有辦法達到目標 平均來講 大概80%以上的基金 都達不到目標 那為什麼呢 我現在給各位看一些資訊 這是國外代操的績效 這是退伍基金 我因為還沒有太多時間 把所有資金整理完 那我先就我手邊的資料 把退伍基金現在有的 現在有的代操的這個 那過去代操有的是結案的 那就沒有出現在這裡 就現在有的 那現在有的 你說98年這個通常 因為你說98到101年到102年3月 這麼多年 我們委託期間現在最長 以前是3年現在延長到4年 那以後計畫延到5年 那所以以前不可能到現在有 所以這個98年10月14號 這個通常都是 就是他績效好 然後繼續再續約的委託 那你現在不管這些 就是從98年的委託案 99、100、101這些是委託日期 然後累積到現在 累積到現在這委託期間 累積期間我也沒有辦法連話了 這個因為沒有那麼多時間 累積的報酬率26.54 就算說這邊平均期間是3年好了 那這個平均報酬率還是很好的 那其實平均期間沒有到3年 因為這個看額度 那這是委託國外的 這是委託國外代操的績效 那你說那也許是匯率的問題 我們把匯率再調整台幣 也有22.46 那平均報酬率呢 就是以這幾年間來看 同一個時間 我們再來看看這個台灣的國內代操 那國內代操因為 最已經現存了大概99年 為什麼他沒有98年留下來呢 其實都是因為績效不好 每一個案子到了就解約 到了就解約 所以就沒有辦法把早期的這個繼續留下來 那現有的最早的就是99 那99到101年 這630億台幣裡面 平均 不是平均 累計的報酬率是2.28 這你看了當然你就會覺得 應該會看喜 那你會說怎麼會這樣呢 這個期間雖然是差98年不太一致 但是我們就把前面那個98年拿掉 從99年來也是一樣 你可以自己去比較 所以我們在各部會裡面就開始在檢討 那包括投信公會 他自己也就很納悶 為什麼我們的投信公司做不出來績效 這是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 那現在各部會在委託 幾乎一想到要委託就想到國外委託 國內投信的業務就萎縮了 那萎縮投信公會就緊張 那就拜託金管會說 是不是可以把國外委託減少一點 讓我們多做一點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做這個決定 因為再委託給你你跡效還是很差 所以這是一個國內投信 一直都沒有辦法做出很好成績的 一個數據表現 那到底我們委託經營管理有什麼問題 這個說起來都是很簡單的 就是我們其實我們國內的這個 所謂的代操的經歷人 大理上他操作的模式 跟在幫散布操作的模式也許是一樣的 但是這話在說回來 我們檢討過很多這種原因 他可能經常因為沒有固定的這個投資策略 那就是羊群或隨波逐流 或者是有時候失去方向 結果很多時候績效都比散布還差 也就是敗給大盤 那一個基金經理人敗給大盤 聽起來好像是本來就應該敗給大盤 那我們在回頭裡幹嘛 這國際間都有這個現象 所以實際上專業的經理人 打敗大盤的基金其實第50% 這也是很封刺的事情 所以我們其實也很不知道要怎麼辦 那我們只是說就專業的來看 我們還是要委託專業 另外是在國外委託部分 台灣是完全沒責 我們自信國外的資產管理公司幫我們做得很好 我們台灣人要去監督一個國外資產管理公司 其實我們長期在看 就是在國外的市場還有國外的法律 國外的財經還有國際也其實都不足 那這些也沒辦法 政府公務人力代理官就是這樣 那你說有什麼第三條路 第三條路就把剛剛的缺點通通解決 那就是第三條路 沒有其他第三條路 就把我剛剛講的缺點全部解決 待遇要解決 約束要解決 組織要解決 我們當然剛剛我落獎 這個代操績效不好 其實我們沒有找到原因 但是在我心裡一直潛在有一個問題 那個受託業者 就是佛心業者他們永遠不會點頭 就是說是不是我給你的錢太少 那因為我們真的給的太少 我們給的那個管理費是0.1 大概0.13到就是管理費了 0.13到0.13 可能我忘了上限是多少 還是很低就是管理費 就平均來講他拿到的管理費用 就是我們資產净值的0. 以平均值大概在1.3左右而已 0.13你知道你如果去買共同基金 你每年要交給基金經理人的管理費是多少嗎 平均應該是在1.5到2.5之間 也就是說我們給這些人的管理費 在1.5到3.5度